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設立十年 皮諾縣政府今年頒布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 與旭海部落資源共同管理機制要點 建立與部落共同經營管理的合作模式 並組成九人共同管理委員會 由縣長潘孟安親頒聘書給委員 這個部落共管機制在台灣還是第一次 由行政單位跟部落跟公首 搭起這樣的平台 希望是讓部落的族人有更多參與公共決策的空間 那讓我們在決策的過程能夠更融入在地的聲音 那也特別要謝謝相公所整個部落的族人 以及部落的一些期許 那我們在公共政策導入資源導入的時候 能夠更精準 擁有豐富動植物資源及獨特地質景觀的 許海關因比自然保留區範圍涉及許海部落傳統領域土地 為尊重當地部落的自主地位 平洞縣政府建立與部落的共管模式組成管委會 其中機關代表四人部落代表五人不定期召開會議 對保留區經營與部落資源管理等事項提出建議及諮詢 期望使保留區經營決策更符合在地需求 兼顧生態保育 文化保存與在地產業發展 讓保留區得以永續經營 因為坦白說獨立管理我們真的沒有那個能量 必須要縣政府來輔導 指導我們 關於有關以後要進出登記 申請登記進出阿朗一的這個部分 由我們社區公所跟縣政府來一起共同來管理 當然是我們在開發這一塊 在保留區這一塊 希望有更多我們部落族人的參與空間 畢竟在保留區裡面 我們部落族人的土地 還有100多筆在裡面 在十幾十年來 由於這個受限 受保留區的管制 部落族人的一個 不管是趙林 要去這個耕作的話 都是一個大問題 除了保留區管理機制的變化 縣府也積極從各方面協助 旭海社區發展 包括新設立旭海衛生室 提供醫療服務量能 導入精準醫療及科技醫療 協助牡丹國小旭海分校 申請環境教育場域認證 培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 輔導當地民宿合法化 並優化社區生態油城及部落油城 以提高旭海地區觀光品質 屏東新聞張倫陽正義採訪報導 今次新聞報告